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没这个胆量 他没粮食不能 还有魏国了 周周边边那么多小猪猴国 跟谁张嘴谁不能给他借口吃的呀 再说也没给他都抢走 温定的粮归咱了 还有别的几片地不能都抢 这就让他知道知道 我正不得厉害 小小年纪 当人质那会儿跟我这吃跟我这喝 衣食住行不都我照着你吗 现在身份变了 跟我横吹鼻子树搭了脸的 你是真不认得是假跟我掉脸的 不给你来几分颜色 你也是目无老人了 郑庄公叫的是这个劲 按说抢完粮食 你不得有一点安抚的言行吗 没有 按照日子又来上班了 跟没事一样 再来上班 您再看这小周王 嗜好为桓 就是那位周桓王 我们强调这小周王 这机位时间不长 还年轻 有些幼稚 通过他的言行 也看出这小周王有些幼稚 作为一国之尊 喜怒不形于色 这都在脸上写着挂着的 一听说是郑伯来了 刚才还有笑模样呢 这两个呱嗒 又撂下来了 失礼已毙 君臣对话 又暗藏着疾风啊 里边那话里边都套着词啊 怎么 老爱卿 你们挣过的粮食 又不够吃了吗 这才几天就又回来了 都谢天子垂寻啊 果然是心怀四野啊 我们的粮食够吃 就是微臣担心 您这粮食够不够吃啊 您要是不够吃 您就明说 臣一定会把最好的粮草 命人连夜押送 送至京城来 陛下勿慌啊 放心吧 本王 本王乃是天之九子啊 这么多诸侯了 何必只问你一家人讨要啊 即便是今年粮食不够吃 明年也不用爱卿过于的担心 你要是还怕明年不够吃 可以把明年的提前借走 朕有无数诸侯 都听朕的宣调 这几口入口之饭 饮水解渴的事情 就不老老爱卿担忧了 不就吃个饱喝个饱 你们管了 要如此说来 那是老臣多虑了 这俩人话里边针尖脉毛 一个服软的没有 有一事不明 请问陛下 那郑国周边四溢 因何收回啊 你是问那周边四城吗 听说那四城 麦子丰收不错 朕温帝的麦子 已经莫名其妙地丢了 所以打算从你那四城 再收割一些来 旧手也把朕的疆土 再拓展一些 连地带麦子 朕就都收回来了 怎么 老爱卿 你以为不可吗 不不 臣绝无此意 天下皆归天子所有 您任意所取 臣只是问一问便罢了 老爱卿 我听你进来说话 可不如以前 重气十足了 臣上了几岁年纪 恐怕行动迟缓 言语不周 还望 天子 您多多海涵 人活百岁 终有一老 什么海涵呢 老了 难免 这也知晓啊 我看就让父亲 取代您的位置 您就告老还乡 安心在你的正国 以养天年 不必总子们两地奔波 来此受着奔波之苦 打今天起 你就不用再来上朝了 父亲 你要替正伯担当此任 杜谢陛下臣尊旨 大伙一看好嘛 这个小周王 跟谁也没打招呼 更换国家最重要的一级大臣 一句话撤职了 这就叫年轻 周还王 说办就办 从不商量 按说这种替换 头等官员的大事 你不得运作运作 筹划筹划 看看前筹划后吧 没有 我一个人的事 我说了就算 拍板就定了 一下 给这郑庄公来 给烧鸡大窝博 遵旨 郑庄公信向话 这不能求他 你不就不让我当官吗 我让你看看 不让我当官的后果 乍起身来 啪都一甩袖子 郑庄公借着借着下去 走道了走不直了 气他 心想这么些年来 没有人敢对我如此的 只有这个小小的王子 今天以为自己拥有天下 我让你真的知道 眼皮子底下的正国 就是你睡不着觉的主因 我让你再睡好觉 有我在 你甭打算安生 打这起郑庄公回去 是操演兵马 操练起来 没事 就守着这东都 就演练吧 本身就不远 你想 东迁到洛邑之后 得把亲近人安排在旁边 那魏国 郑国 这当年救驾有功 说离着这个州都都不远 他操演人马 你可以绕道走 不不 叫在你眼皮的底下 耳根抬到旁边 你听吧 动了个动的 棒的个棒的 骂喊厮杀 这叫声不断 天天这么操练 时间长了 谁也休息不了 问怎么回事 郑伯在那操演人马 杀杀杀的 不知道要杀谁 周伙盲一听 难道他要杀朕吗 他没那么说 但一直冲咱们这嚷嚷来着 冲这边喊 他有不臣之心的 周伙盲心想 既然你有不臣之心 我就别坐以待逼 太被动了 你要打我 别等你打我 我先抽你得了 对 传朕的旨意 按传几道圣旨 把旁边蔡国 成国几个小国 传达旨意 召集朕吧 一块跟着本王 御驾亲征 就这样 公元前707年 就在虚格这个地方 虚格是哪 就是现在河南长谷这一带 周伙盲 带领几一国联军 杀出洛阳 就在虚格这 严阵一带 没等人家郑国发兵 他杀过来 郑庄公就等这个呢 郑庄公心想 我天天闹 天天吵 天天喊 天天叫 我就不信你能睡好觉 睡不好觉 你就得烦躁 你一烦躁 就你这个年纪 你这个修养 你这点智慧 你这点智略 肯定你是压不住心头火 你只要出来 我就敢跟你动手 大伙说您等会吧 郭军他手下可是几国联军 有陈国 蔡国 不要紧 打不起来 谁最软 咱们信打谁 你看王戏之中 出来这些兵马 那得保护周王 旁边这几个小国 我看了 这是举着王家的面子 他不敢不来 你就拿着蔡国来说 你就拿着陈国来说 他们哪一个敢冲锋陷阵 阻挡在最前面 跟我郑军交手 我看最软的是那菜国 怎么着 既然他最菜 咱们就先拿他下菜 怎么样 咱会一听 打完他 打完他 陈国自己就跑了 陈蔡一撤 旁边那几个鸟兽散 就剩他一个 我看他怎么玩 您心里有谱吗 错不了 老夫绝不会料错这场战局 九经战阵的郑庄公 颇有磨略 很有经验 他认为这场军事角逐 自己是稳操胜券 果不其然 先挑软舌子掐 先找弱的打呀 这一下菜国散了 一会儿陈军乱了 呼隆一下子 大伙都跑了 周桓王站在战车之上 带领人把杀呀 冲着冲着一看 怎么就我这一胜战车出来 感情大伙都跑了呀 气得这小周王 站在车上是破口大骂 是摇歌大喊 喊什么也没用啊 他这扎拉扎扎 手舞足蹈的 远处郑国军队看见了 郑庄王在战车里头一看 狂放之至 简直小小年纪 目无尊长 一看 周王背后一杆大骑 要那擎骑手就在那车上站着 谁能把那骑给射了 只要咱们的利剑 扎到那骑杆上 哪怕把那骑给他射一窟窿 都扫了天子的颜面 有没有能人呢 大伙说这好玩的 有的是神射手啊 找找找找找一位 可 可我说 别伤着天子 你射骑可以 你可别射人 大伙您放心吧 咱们这个神剑手移动把 还没达到那么高高度 估计射不着 找那平时射箭射的不准 那怎么样 哪位射的不准 你这么说不爱听 咱别不爱听 就说是咱们郑伯下的命令 国军有令 让他射骑 不就完了吗 别说他射的不准 对 诸丹 没准 好 这诸丹呢 反正也算 以射猎为主吧 他在这个攻刀石 马不剑 驾车 战争中 以射箭为主要任务 但是在这个射手里边 就他射的经常拖把 就只一射二 经常射不准 把他请来 哪个下巴下巴都行 好好好 住院住院 把住屋先请来 什么事 咱们过去有令 让你去射周王身后那杆 大旗的旗杆 把旗要射个窟窿 也行 我们一看这旗这么大一片 怎么你也能蒙上了 对不对 这回可是你露脸的 机会兄弟 就看你的了 放心吧 朱丹心想 人走石器马走飙 你有时候是石室造英雄 机会来了 咱不能客气 啪 尤打这剑囊之中 蹬出一只凋零剑 任寇天心 嘎啪的一声 公开如满月 剑走死流星 蹦 笨那棋就去 反正这移动马 反正是有点困难 好 这剑射的这个准 不偏不倚 没奔那棋 奔着周魂王就来了 心想怎么是听差了 是怎么着 让你射棋 你怎么射人 在耳朵中就听 这一剑 正中周王的左肩 剑中王肩 还好啊 郑庄公这心都到这儿好闲 打嗓子点儿 不然就蹦出来 到这儿 我天呐 尽管如此 也是伤害天子了 剑中王间 舰就听着周igner王 一声惨叫 哀 锅嗓 怎么这么乱呢 车也翻了 麻也倒了 搁也扔了 人也掉了 大伙也毛了 旗也扔了 赶快下来看看大王怎么样 大王翻白眼了 连摔带下带心疼啊 没见过 没疼过 没怕过 这回全赶上了 赶快抢救天子 那别打了 就在虚格这一战 郑庄公正式拉开了称霸之箭 这一箭虽然是手下不太准的神剑手 祝丹射的 但是它代表的是郑庄公射向王权的第一箭 这一箭射出来 从打周平王东迁洛义来的落寞 从打周正交换人质的身份的低价 再加上今天周王身受重伤 王延尊面何处存发 整个周王室的王权威风不在 被孔子反复叹息的 礼崩乐坏的时代 就从这一刻开始 建设王间之后 大伙最关心的是周王死没死 赶忙派秘坐前去打探 战场战场就停了 这不能再杀了 春秋作战很讲究人意 人那边一说承认失败 这边就收兵了 暗中派人去打听 说是皮肉伤 重肩膀 不碍事 就是脸上扫得慌 扫得慌不要紧 等这扫劲过过 我们去看看吧 正装公文 谋事怎么办 谋事是你得背后里 您就全当这件不是您射的 然后您去慰问 我要去 他会不会把我扣下 您放心 他绝无这个胆量 这一次就把那小王爷 那心思下没了 他不远接高营 他也绝不敢对您 有丝毫的不周之处 言语冲撞 陈保证他都不敢 果不其然 背后里带着明大夫 准备好最好的刀伤药 浩荡荡 来慰问来了 这不慰问还好 一慰问 周欢王的病情都加重了 好小王爷这两天 变得都像老王爷了 脸都臭臭了 临病怠气受伤在窝心 又说不来道不去的 眼看着郑庄公 到这来公公敬敬 十里以弊 送来慰问品 拂袖扬长去 走了 王爷的脸面 天子的尊严 还到哪说去 这一下 甭说出城打仗了 简直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连那宫门都懒得出来了 在内中疗伤 何时是个尽头 按些周欢王不表 再说郑庄 回到郑国 真是扬眉吐气呀 打这么些年来 跟这周王 你来我往几番较量 唯独今天 他感觉到是全胜 这郑臣进 在胜利的喜悦中 突然有人来报 说魏国带了多少人 马冲杀过来 又这么宋国 又成 怎么又来了 成国菜国 又跟他出来了 对呀 一块罚他们郑国 据说是要为天子报仇 郑庄公 手间虚然想了想 不不不 报什么仇啊 想必 这是为了抢夺 粮食而来呀 您怎么知道 抢夺粮食啊 秋收卖熟 正是粮食丰收之计 他们这番前来 名不正言不顺 诸位爱卿 我要没猜错的话 魏国 是不是出了什么乱子了 是吗 我赶快找密探问一问 您说这有准吗 问问 只要出了乱子 这仗就好打了 又出了乱子怎么打呀 把咱们抢来的粮草 都推到江场上 一个冲锋下来 散于地下 拿到了东西 有得了胜利的物资 他们必然撤军 你们看吧 两边同时探报 一边探报回来说 魏国果然有了乱子 一边探报回来说 第一个回合 两军这么一冲锋 正兵往后就退 一边退一边往下扔 什么叫麦子呀 什么叫面啊 这个叫什么锅碗瓢 菜刀菜板啊 这是一套设备 做饭都给你扔下来 这边收粮 那边收工具 满载而回 集合大队 清点胜利品 这回没白来 行了 不罚了 真就像郑庄公预料的一样 抢夺胜利品 打鼓唱歌回 人家走了 大伙大伙大伙 说国君 您得跟我们讲讲 您这神机妙算了 您也没出门 您怎么知道 他们只是抢东西 他们换了国君了 魏国换了国君了 那当然 这段事情 左传 浓重地记了一笔 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创造春秋又一个第一 魏国的魏武功 不是在离山烽火中 就驾有功吗 但是他八十多岁 胜利之后 回到自己的封国 没多久就病逝了 继位的是他的儿子魏庄公 魏庄公 狄生有二子 长子为丸 次子为晋 长子丸 按照继位宗法制 有继承权 但是这个长子丸 他生性的懦弱 而魏庄公呢 除了这郑氏 王后给他生的 这两个儿子以外 他有侧氏 又给他生了一个小儿子 我们简称为三子 这三子叫周裕 周裕 那可是一个顽劣子弟 他跟上大夫 石雀的儿子 石后两个人 经常在一块玩 怎么出圈怎么玩 有的时候违背了王法理治 但是谁也管不住他 好了 这魏庄公 就找这石雀商量 您管管您儿子 别老跟我们那个老三在一起 这么折腾啊 石雀一听 您是大王 您不管您的三公子 我呢全子 他谁敢带着他出去玩啊 我把他锁家里 他自己翻墙走了 这俩孩子最好别见面 见面就是个仇 领埋 公子湾生性懦弱 您得考虑 这周裕要不加约束 日后恐有心头之患的 都是一个爹妈的 同胞兄弟怎能如此 魏庄公想得挺开 敢等他去世之后 公子丸继位 还真就软弱无能 这周裕跟石后 俩人一商量 石后一看 我说三爷 关城私下的三爷 这活您能干的 你看那公子丸 我瞅他就要完 怎么叫要完 你这吹没大了 眼子没心 你再看那公子进 瞅哪 嘀嘀咕咕 敢进不敢进的 我看你这俩哥哥都不怎么样 你要行 我帮你 您当这郭君怎么样 我怎么当啊 怎么当 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 你把他 你不就干了吗 那我怎么办呢 我教你啊 你就说家里有好厨 师父做了一首好菜 请他吃饭 习间趁人不备 你就说他报病而亡啊 这时候啊 给出了这么一条 恶毒的主意 周裕是言听计从 真就在九夕宴前 把匡来的国王哥哥 给杀了 这是春秋历史上 第一起 弑君 篡位之人 周裕就当了魏国国君了 那公子进的吓跑了 周裕说了算了 让时候做上清 你爹原先是老上清退休吧 咱们哥俩干 我当国君 你当大臣 还有什么事 咱们哥们说了不算呢 不行 还得商量商量哥们 最近大伙好像都不太服气 咱们 咱们怎么能让大伙 别指着我呀 有人好像传门 不停地戳戳点点 指着我 说我吧 我哥怎么怎么着 这事 咱跟郑国打一仗不就完了吗 现在就说他想天子粮食 还就是对公子断 怎么都不好 时候这个主意 是想用跟郑国的战事 来转移 魏国国内军民的关注热点 所以这个事 被老毛深算的 郑庄公把握住了 他才敢大胆断言 扔下战利品 他们就走 带着粮食 人就跑步打 不为打仗 就为了转移注意力 这一回来扬眉吐气 还有男生 你说 我说哥们 周天子能承认我吗 对呀 我自己说 我是魏国国君不行 天子那儿没报名 没登记 那能行吗 要不 这事问问你爹怎么样 时候一听 对 我爹 当了这么些年上清 认识不少老人 各国也不少好朋友 问问他兴许有好主意 要不这样 我回去不行 那老头见我 他动手啊 您是一国之君 您跟我一块回去 他冲着您面子 最起码当面 他不能骂我打我 我问的话他不回答 您问他他还不说吗 走吧跟我走 领着国君回来问时候 老大夫时候 五十开外了 知道自己这儿子不着调 不争气 没有办法 今天国君登门相访 按照君臣之礼 也不能冷眼相对 失礼已毕 现着香茶 何事贵族踏见地 国君都到我这屋子里来了 有事啊 就是请老大人帮忙 怎么能让周王 认同小子可以为为国之主 这事儿 这事儿我不知怎么办呢 您可以直接去啊 我 我不就回不来了吗 好办好办 是却首年 虚然 您可以到陈国 陈国国君跟周天子 私交甚后 有他推荐 保您高枕无忧啊 好主意 多谢老大夫 点拨我这梦中之人 点醒了 连忙跟时候删了 这不就拿钱的事儿吗 二人带着钱 后礼相赠 见陈侯 打算托人情 陈侯见面真客气 来来来 先到祖庙 拜拜我家祖上 说来说去 关系都不远 能领到祖庙来 没拿咱们哥们帐外人呢 周玉带的时候 君臣二人跟着陈侯 刚往祖庙里边 咱们一抬腿 就看旁边立着个牌子 些窜逆谋君者当死 说谁呢 这边说咱俩吧 话音没落 旁边勇士冲上来是 神捆缩绑 把这君臣拿住了 感情老时候 派人送来密信 告诉陈侯 弑君者当斩 而且派自己的家臣 带了一封家书 交给陈侯 我这个协助士军的儿子 也不能存活 诅咒为虐者当战 您就在这儿 替我动手了吧 留下一句成语 叫大义灭心 这里边蕴含了 吊虎离山 借刀杀人之计 但是让后人 难以忘怀的 是他那个为了家国 顿去私情的大义胸怀 这段大义灭心 说说至此 咱们下文书 接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会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